字幕志祥 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三峽的一個山區啦 然後這個山區呢應該是沒有人來探索過 那我會來這邊是因為我研究地質圖 發現這邊可能有南港城 所以就過來走走 那這邊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偏僻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簡單的探索一下 沿路上這些石頭啊 感覺...感覺像硬化的土塊耶 不太像南港城 然後我們看這邊山壁 哇! 哇!都是土啦 哇!土就糟糕了 土的話基本上 很難有化石啦 當然也不是完全說一定沒有啦 像苗栗那邊的海膽的地層 就是一些沙土 沙土中挖開就是海膽啦 哇!這邊 一堆朱木 朱木上面長這個 長到什麼 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對焦對不太清楚 這邊 哇!這裡也是 有沒有 這算靈芝嗎 不是喔!好軟喔 軟軟的 這種 這種大部分都會有毒啊 不要亂踩亂吃 看一下地上的是什麼 石頭而已啦 而且應該不是這裡的 不是山區自己產生的 然後這邊會通往到 通到哪裡會不知道 反正呢 有路走我就來看一下 這邊一般人是不會上來的 然後這邊的 這也不算岩石吧 對我來說這個叫土塊 硬化的土塊 然後這種 就沒有化石 如果比較硬的話就會有 唉唷 這一塊好像是喔 好像是南港城的化石 有像啦 但 唉唷!沒錯 發現了 這是化石 這也是化石 可是不確定是什麼啦 然後這種母岩呢 有像那個南港城 南港城的母岩就很像這種 沒有錯 那這邊是有機會喔 看來今天找到化石的機會蠻高的 哇! 海膽化石耶 這個是 好像是星頓海膽吧 而且這個好像是一片兩片 兩片 疊在一起啊 很大喔 很大 所以這個母岩裡面喔 有化石 但是 很難取出啦 我們能力有限 唉唷!帥喔 喔!海膽啊! 我找到海膽了 這是海膽 海膽的化石 這個是應該是頓的 頓海膽 但是 就是頓型的啦 新頓啊 後頓啊 這很讚喔 這 岩石 那麼軟 因為我今天 工具喔 放在我的摩托車上 太好啦 今天這個點呢 從來是 從來沒有人來過啦 玩化石的沒有人來過這裡 只有兩塊 再先追蹤一下好了 先不要急著踩 沒想到齁 沒想到 還能找到這個 海膽化石 在這種地方 那如果有急燈 我是比較喜歡急燈啦 急燈就圓圓的一小顆 敲一下就下來啦 那如果像剛才那種圓盤狀的齁 很麻煩 圓盤狀的化石 有時候敲 怕它會壞掉 容易裂掉 我今天沒有帶雨鞋啦 所以不方便下去 然後這邊蚊子很多 唉唷 發現化石啦 這是海膽化石 然後這是貝類化石 海膽 海膽化石 太好啦 又找到一個新的點 這個點 百分之百 沒有人來過 這邊的母鹽有點像那種沙鹽啊 圖塊 最好是那種硬一點的齁 像水泥啊 灰灰的那種 比較有機會找到這個化石 那今天 看看能不能找到 急燈型海膽 剛才發現的是 好像是類似星頓海膽之類的 這邊 有山溝啦 沒有帶雨鞋齁 裝備不足 就 改天再來 改天再來探 現在先把這邊 這個環境 簡單看一下 這邊都是很偏僻的地方 剛才一直上去就沒有路啦 所以只好下來 那這邊 兩側都是人家的一些作物 這邊有種檳榔 剛才就這裡齁 發現這個化石 化石 這個母鹽裡面還有海膽 星頓海膽 唉唷 好像看到了 那邊有化石 我先 下去來看一下 哇 這個有沒有 這是貝類的化石 這個應該要想辦法敲開啦 敲敲好看裡面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然後這些呢 這些母鹽也是可以敲敲看 那我現在 工具不在手上 我待會去拿工具 然後再繼續做這個探索 我現在要去拿工具 可是我發現 奇怪咧 這裡怎麼會有浴水 太扯了吧 這裡 不應該有這個啦 難道是廢棄物 剛好含浴水 有這種事嗎 這個 匪夷所思啊 這裡怎麼會有浴水 當然也只有這一小塊啦 其他都沒有了 很怪喔 好了 我準備 這兩種工具 一個鐵錘 然後一個 算鋼釘這種 這樣應該就夠了 那現在就準備 來敲剛才那兩個的海打 好啊 這種片狀的海膽喔 最難採 因為它是圓盤狀的啊 很不容易 一不小心它就毀了 所以我 我 我不太喜歡踩這種海膽 對 就算了 好 分別 對 敲這種就是要很小心的去敲它 好像這個可能回家再處理吧 這個地方啦 先把它出來圓闊 整個輪廓出來再說 輪廓沒有出來就 比較麻煩 我比較喜歡敲那種急燈啦 急燈就小小的 好像小籠包一樣 敲一下就啵 就跑出來了 超難弄的 真痠 現在喔 出來探索是 拍影片啦 拍影片拍到沒什麼好拍 所以就以前沒去過地方 也順便 蝦貓 碰到死耗子 的那種心態 反正就隨便看看 你看 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種熱情啦 以前是 每個禮拜都會出去 然後去很多地方 現在沒有啦 現在就是 運動為主 運動啊 散散心啊 然後順便找找東西 有找到就有 沒找到也就算了 無所謂 好啦 這個 我 專心拍 專心敲一敲啦 不然這樣可能要錄很久 電池要浪費電 然後影片拖很長也沒什麼意義 好了 敲了半天喔 只敲出這一點 然後 很難敲啦 因為 你敲這種東西 你要知道它的範圍有多大 看它的範圍是不是這樣 它如果那麼大的話 你就要 你就 不能硬敲下去 然後之後你要取出來 你要 再往下打 往下打 然後整個這個母岩呢 要把它弄出來 所以這種 這種海膽喔 很討厭啦 我也不是說不喜歡它 只是說它採集很麻煩 然後這種就南港城 有沒有 我說的青灰色就是這種 好像水泥有沒有 這種顏色 這種 裡面呢 有海膽的機率 有化石的機率比較高 只是說它平常呢 這個 被這個土有沒有 覆蓋 所以看起來好像土塊一樣 但實際上並不是 它 蠻堅硬的 我敲老半天 齁 才敲一點點 然後這邊還有一顆啦 這一顆 這一塊也是很大 那這 因為它是整個箱進去嘛 所以這敲齁 怎麼講 你如果不希望它受損嚴重的話 就要慢慢敲 那你會慢慢敲 要花很多時間啊 所以我今天打算說 先敲敲看這個啦 看能不能敲下來 如果不行就算了啦 反正喔 這個 再說了 我是比較希望能夠找到極燈型海膽 圓形的齁 像小籠包那種比較好採 這種都很難採 很討厭很難採 大致的輪廓齁 已經出來了 可是還是很麻煩啊 敲這個覺得好累喔 今天做苦工 打實工啊 然後這個山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 蚊子一直叮 下次還是 不管去哪裡齁 這個蚊箱還是要帶比較好 而且這邊還有其他地方齁 我還沒探 可是現在已經 快 大概 快五點了 我趕快敲一敲 希望可以趕快把這顆取下來 大概就這樣啦 敲出這樣的輪廓 然後再把它弄開 弄開之後 之後要從這邊 打下去 要往外打 往外打 然後往這邊切 然後這樣切 然後再打這個地方 就是說 範圍要抓大一點 然後把整個 憨木岩整個把它取出來 現在先把這個弄開再講 這裡還有這裡 先關掉 等一下攝影機弄髒 麻煩 得不償失啊 現在是 目前進度 這個大概的輪廓已經弄起來了 所以我待會就把這邊 敲開整個 含母岩 取出來 這個 沒有辦法說什麼 取出它一片 取出一片就回啦 這種要 隨著這個母岩一起取出 那就我再努力一下 因為現在快五點了 好了 四分五裂啦 嗚呼哀哉啊 所以我說這種 超級難採集的 然後本來是想說 從這邊把它打下去 整塊取出來 沒想到這個母岩那麼硬 所以這種東西又急不得 那因為天色快暗了 我急著離開 所以敲了急一點 下場就這樣啦 這種很討厭啊 好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 因為天色已經暗了 大家如果看這畫面不太清楚 代表這個光線已經不足了 雖然 畫面看起來亮亮的 現場看其實是陰陰暗暗的 好 那就這樣啦 掰掰 這個新北市的山峽 範圍非常大 那 有化石啦 有紋石啦 有玉水啦 有木畫啦 非常多 這邊也有海膽 那裡也有海膽 後盾或者是新盾 這個是 化石層啊 化石的沉積層 喔 機燈型海膽 有沒有看到 喔這邊有 可以看到 是 我們可以看到 似的 我們可以看到